晚上好 烦恼座位深夜在机场等候 我终于回家了 经过一千多天的煎熬 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 充满了争扎和煎熬 但当我走下旋梯 双脚落寂的那一刻 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 难以连表 祖国我回来了